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一年一度的中华文化夏令营再次成功落下了帷幕 而参加的学生们透过了活动增长了有趣而且有教育意义的生活体验 学生跟家长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近日在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前厅 开启2016学生夏令营活动 当天超过80位青少年症状待发 赴大熊湖展开八天七夜的中华文化夏令营 大队老师和领导表示 这个夏令营能将中华文化以寓教娱乐的方式 自然传承给乔姐的新生代 是非常有意义的夏季活动 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个夏令营呢 是我们是第五次主办的这个夏令营 然后呢就是给七岁到十八岁的小孩子 那地点呢就是在YMCA的Camp Oaks 那我们会有相当多的这个活动 联合会是已经有40年的历史 事实上我们每一年都在办夏令营 那最近五年是我们的夏令营的形式 就有点像Bootcamp的方式 OK 所以我们在山上八天七夜的小孩子 我们除了有中国文化的训练 中国文化尝试的村民之外呢 我们会教小孩子怎么样独立生活 比如说他们必须要早上要必须要起来 自己洗衣服 然后自己吃饱饭之后 他们要自己整理内务等等 很多很多的系项目 在中华文化夏令营中 工作人员 家长和学生 都来参加了烟火晚会 活动当天有许多表演和搞笑短剧 学生们尽情展示自己的才艺 编写对歌 表演传统的特色项目 像是扯铃 功夫和舞蹈 正是这些具有教育意义的生活体验 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团体 参与到了夏令营的活动中来 如果民众有兴趣的话 可以登陆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官网 查询活动的详细信息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